欢迎来到DDN News 精选有意思的设计动态 今天我们想讲一下一家公司 叫做B&W B&W在今年的设计周期间 有一个展厅 特别有意思 但是我在讲之前 我想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来自于麦庚锡记刊 名称为虚拟世界中的盈利创新和实验的机会 稍后我会把这个链接贴在 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下方 主要是讲就是一些大型的企业 对于元宇宙的这个概念的采用 以至于品牌在于新的营销手段 还有开放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里面的一些原则 那在这里面我想分享的一个就是他讲到的 元宇宙存在的六个原因 那这六个原因分别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技术的进步 由于在过去我们并没有这么好的无机或是互联网的这个流量 来去支撑我们现在目前的内容 那或者是说在云计算的过程当中 参与者的这个人数过多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体验不好 现在大幅的被这些技术所克服了 所以这个持续的技术进步 实际上是让元宇宙存在具有持续力的一个首要的原因 对于设施的重大的投资 这里面包含他讲到就是Facebook Meta 他投资了这个100亿美元 加入到这个元宇宙建设 除此之外的话当然还有类似像Nmedia 或Unity的这些大型的平台公司 他们对于这个元宇宙的基础建设的这个投入 第三个话就是呢 应用开始变来更多了 刚刚讲到的这个B&W这种公司 像这种大型公司你可以逐步发现在去年 纳入到元宇宙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就是很多公司在试图从这边找到新的机会 以及公司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我之所以会讲B&W为例呢 因为B&W实际上是一家很传统类型的车企公司 所以呢对于这种元宇宙的世界的投入 以及对于新形态的业态的转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举措 等一下我们会可以看到B&W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第三个话就是透过网上的消费的行为 比如说加密货币钱包 虽然在国内我们看到加密货币钱包的使用较少 但其实很多的西方世界他们在企业的或者是消费的过程当中 已经大幅的采用加密货币的这个支付的方式 所以呢在线的商务快速的便捷的这个支付系统是 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Z世代的这个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多了 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创收的力量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营销手段的改变 这里面讲到了在在中国微信拼多多小红书 或者是YouTube Instagram平台上面的这些网红的经济 助长了这个元宇宙的参与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Instagram小红书YouTube 他们其实也是元宇宙的一种体现 只不过我们在透过这种虚拟的方式在做logging 那这种的形式的话助推了商业的可能性 那这个是我想讲的元宇宙存在的六个原因 很重要的的一些观点 那回过来我们来看到这个Joytopia Joytopia是今年一月份消费电子展期间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项目 但这个项目其实是从去年九月份BMW已经开放了 那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全数字化的一个世界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你可以跟着这个乐团 他们之前是跟Coplay举办独家音乐会 而且可以在这上面探索各种不同的空间的可能性 包含像BMW车子的发布会 比如说这台是BMW的iVision iVision Circular的这个创意的愿景是关注于2040年 基于可持续发展和奢华为概念的紧凑型的电动汽车 这是它的概念车 这台车的愿景是实现100%的再生资源利用 然后基于BMW的这个设计原则 循环设计原则 就Rethink, Reduce, Reuse跟Recycle的这些原则来做的设计 它的初始的这个发布 实际上是在这个Joypedia的这个平台上面 所以很有意思 可以在Joypedia上面看到这台车的原型 表现性也变得非常的强烈 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 它的车子的Surface 实际上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 很炫的这种光影的效果 好,那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 Joypedia它进入这个空间里面 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播放一段影片 这个是在选角色的这个过程 这个视频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 No Commentary的一个视频 那你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首先你会选择你自己的Avatar 那选完之后一进来之后 你会遇到一个Guide 这个Guide实际上是一只小狐狸 小狐狸会带着你去导游游览这个世界 我们来快速推进一下 在这个世界里面 各位刚刚很快的可以看到 它的后方其实是有一台车子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I-Vision 那可以看到这个世界 跟我们常规的世界 有非常巨大的差别 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没有去刻意模仿 我们真实世界的样貌 而是呈现出来一个 相对于比较具有想象力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里面 无论是它的动线 我们现在看到 它实际上是在走一条路 这个路的话是建立在天际之间的 它的动线的系统 它的空间的场景的元素 飘在空间里面 这些的植物或者是雕塑 跟我们常见的空间 是有非常巨大的差别 我找一只可以看到车子的场景 这个就是它看到车子 就I-Vision 就是这台 以循环经济为概念的车子 我也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 那就是德国人 他们在做元宇宙的平台里面 其实有花非常多的心思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角色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个角色 让我想到什么 你看到它的这个logo 就Joytopia的这个logo 它有非常多的概念 来自于我们在这个西方艺术史里面 所见到的一些艺术的表现形式 这个的logo让我想到了达利的画 因为达利的画 其实有非常多的扭曲的空间的场景 以及物件 让我想起它的这个梦境的画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情境 所以它很巧妙的利用达利的画作里面 它的元素的设计来形成平台 它的logo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近来会看到那个小狐狸 其实小狐狸的概念来自于格林童话 我们都知道格林童话是 德国的一个儿童的故事 它在格林童话里面的 这个金鸟的这个故事里面 获取到了狐狸的这个造型 因为狐狸在金鸟这个故事里面 刚好是一个降导者 引路人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又让我想起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派 包浩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讲的话是 没有人比包浩斯 在举办化妆舞会的时候 更为有创意 对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1920年代 30年代期间 包浩斯他们在做化妆舞会 时候的情景 这个是他们的化妆舞会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的人们在思考 未来的世界 以及未来的设计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跟我们现在 目前在进入元宇宙的时候 会选择一个 Avatar一样的一个概念 他们会使尽全力的 把自己有的对于物件的想象 空间的想象 几何的想象 给放在他们的设计里面 形成这些非常怪诞 但那个时候看起来非常怪 但乖张的一种视觉呈现形式 所以Joyotopia里面的这个场景 不是一般的场景的设计 不是一般的人物设计 实际上它都是有其原因 还有价值的 这个是一家车企 一家传统的车企 他们所做对于元宇宙这个空间 以及对于科技的发展 所做的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那回到米兰设计州今年有什么 在这个设计州期间 做了一个叫宝马之家 那这个宝马之家 他以一个主题叫做 新集体未来的故事 来当主题 来诠释 现代世界的挑战背景下 如何透过设计 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以及对技术提出质疑 那这次的活动里面 讲到了一个概念 叫新集体未来的故事 什么叫新集体未来 我的理解是在于 后疫情时代 我们的群聚的生活 我们基于地域为关系的群聚生活 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这个所谓的新的集体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 是依托我们的数字化的技术 所产生的 所以跨国界的活动 包含学习或者是工作 实际上都造成我们的这个群体的 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在这个之下我们的未来 面向于新集体概念之下的未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策展人 Mike Murray 他对这个展览所做的一个说明 Hello welcome to the house of BMW here in Italy during the Salone my name is Mike Murray I'm in residence and I work as a curator for this show and I have brought several artists together to express the new mindset for the new non-car audience generation so here in this situation when you come you enter you see a piece by Botter this is a fashion duo as well from from Amsterdam and they started with the Antwerp 6 and they create an interesting life cast of a human being but you see the position actually is going back to a baby position so 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autonomous driving with a lot of data and I like the idea that it really looks like a matisse or something familiar like an archaeological imprint as you may notice as well the texture of this analog resin goes very well with these faces done by Claudia Raphael an artist who work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achine is as well simulating textures and I like the idea that something we would say it's future somehow appeared already in structures we are familiar with on this hand on the other side you see a wonderful painting of Anna Della Yi and she works as a fashion designer and as well an artist she's a painter and she studied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and she combines painting and embroidery and the beautiful part is especially turning the painting this out here in Italy you have this embroidery you know the beautiful you know craft and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future the vision is not a one way like science fiction movies there has different layers you know because we are central beings and you know central creatures and I like the fact that she's pointing out for her generation she's 27 and found this piece created this piece in the meaning of the smell of rain which points out the fleeting phenomenon of our fragile world climate and you see all the beautiful colors she bleached it and destroyed it but then she took a lot of time to bring it with pearls to create and show us again how beautiful the life is on earth and actually that this is universal experience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these incredible machines as we know the 3d printer and I like the fact as well the preciseness of the machine is like a ballet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ice the printing material is um ecologically so there's no waste and you see this is the shape from the new eye vision circular from bmw and I mirrored it and I created this kind of an homage to brancusi's endless columns and as I said that the future is very different in textures and styles and disciplines I thought it was would be beautiful to use as well cardboard something we have during the pandemic sent over to the world in so many boxes so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for me as well a texture of mobility it's street life but I used it as well to have the most tactile surface as a backdrop for these wonderful flat screens where we're showing as well the so-cal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t part of the universe what is beauty and something like male or familiarity does this count in this world because it is a complete new world we are entering with complete new categories and this is beautiful because it's when you go into a house and we're here at the house of bmw I thought it's nice to have like family portraits but these are more like a portrait of a family from the future some people for example using the fabrics to cover their car in the street if they don't have a garage so I used the same attitude that took an original car fabric and covered this chaise lounge but I put around a bell saying fasten your seatbelt while dreaming and because everything is about the future the future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next thursday with the big bang it's rather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already in ancient times that's why I went back to italian flooring the terrazzo but instead of showing the marble you used to see in this kind of design I refilled it with the cute materials we're going to use to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ars so you see everything is not the product itself but it's a metaphor for it and these chairs the monoblock chair we think normally they're not beautiful but so with butter they came up with in the radical upcycling they put the fake fur around and the models were carrying it on the catwalk which was really beautiful and i love they like it because it's easy it's stackable you know they take it have it at the beach they have it in the church and this is what I would like to create an area an intermezzo actually where all these ideas come together to give us an ambience where we really discover the future and this maybe as a last example this is as well a data this is the fastest machine right now and it's a live render machine where you see that the artist claudia put a lot of data together because later on the cars and product in general will become very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and you see what she did to recreate this importance of connectedness she embedded in this kind of abstract field and algorithm so that faces appears so it's like a mirror so which is maybe able to capture our mood thank you so muc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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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